好 那就是羅馬書二章十二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犯活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滅亡 犯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律法受審判 這個經文你就這樣看 就以為沒有律法的人 就不按律法滅亡 就是不用按律法滅亡 其實那個筆字是 筆案是翻譯錯誤的 原文是這樣的 它是會滅亡 即是沒有律法的人 會滅亡 在沒有律法的情況之下滅亡 不是說你沒有律法 你就不用滅亡 是你沒有律法 沒有律法之下 不認識聖經律法 這樣就會在沒有律法的狀況之下滅亡 因為神是 祂是將律法顯在人心裏面 祂雖然沒有十屆的律法 但是祂心裏面 祂是知道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這個也會審判祂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雖然祂不懂律法 但是在律法 即是祂會在沒有律法之下滅亡 你是不是有問題想問 不是啊 OK 大家明不明白 因為有些人以為這句說話 即是說 祂沒有聽過福音 祂沒有律法 祂真的不用滅亡 就不是這樣的 對 不敢跟媽媽做福音 我同時就是 祂就是這樣說 祂是教徒來的 祂那時候就說 所以祂不敢跟媽媽媽做福音 因為媽媽聽了福音 不信耶穌就說地獄 所以不如不讓祂聽 那個問題就是這樣 那 祂是聖耶穌去天堂 祂是聖耶穌去地獄 那那些沒有聽過的那些去哪裡 即是聖經講 都是一樣是 即是一樣是去到地獄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我們是因為我們的罪而滅亡 所以不要因為 你怕他聽了福音 然後拒絕 即是他在沒有律法之下滅亡 他沒有律法都好 他都要滅亡 即是 但是聖經又講到 神的事情 顯明了人心裡面 在羅文書一章十九節那裡講到 因為神已經吸湯了顯明了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所受造之物 雖然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叫人曉得 即是神的永能和神聖 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 叫人我推位 所以我們 看這個世界是知道有神的 即是人人都會看到有神 有些人就會在心裡面 即是他會說 有神我怎樣 其實有很多人這樣尋找神 祈禱就真是 神就為他預備方法 很多這樣的見證 是很奇妙的 有一個甚至很奇妙的 有一個甚至很奇妙的 他在那裡找神 然後他就未得到答案 他的書局 那是非基督教書局 但他見到有一個部分是光的 那他走過去 就是基督教書 那他就在那裡買了書回去看 又信了耶穌 那也有很多異教徒 我講了什麼宗教 那大家可以猜到 那他就信開一個宗教 他就覺得他 即是他的理智上通不過 為什麼他們會做這樣的事情 那他就問神啊你是誰 然後就很多人見到耶穌 那你在網上寫 Saw Jesus 在YouTube找英文 如果你聽到英文的話 Saw Jesus 那你就算聽不太好 你懂得看 你可以整英文字幕 就是可以設定有英文字幕 那就很多人看到耶穌 相信耶穌 那當然這些都是一些例外的例子 即是在某些情況之下 可能那些地方 比較難些 接觸到基督教 神用這個方法 但是很普通的情況 神是用人來傳入福音 或者用基督教一直有的方式 去傳人出來 其實人人都有 心裡面會有這個意念 是有神的 不過問題是 會不會去尋找 最新的最新的歌 你會不會去尋找 那些熱門 我會不會去尋找 你 你會不會去尋找 會不會去尋找 在哪個舞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